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你如何看待爱情,注定了爱情的成败吗? 正向恋爱心态,帮你建立良好的关系 有些人在情场上面呢,就是越爱越勇 哪怕失恋分手了,也会认定下一个人一定会更好 对未来充满了自信怀抱的期待 又有些人呢,在爱情里可能受了一点伤 他就会觉得说,人生不适合谈恋爱 就此放弃爱情 认为全天下人都是渣男渣女 只要谈恋爱就很容易被辜负,很容易受伤 你是哪一种人呢? 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怀抱什么心态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我之前有稍微点到过 这一次呢,我有加拍了影片介绍 那我来重新的细说重头 这间叫做丰盛号的早餐店 我跟你说,有个新的消息 之前我在介绍的时候呢 它营业时间大概只开到一两点 所以你要吃这间店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早餐店 你得要很早起哦 因为它早上六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那以前就是它大概卖到十二点一点 它的那些料就不会再额外去备料 所以你有些产品就吃不到 它卖完就没了 所以你就要提早起床为了吃这间店 我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它最近开到下午四点咯 所以就是可以变成是下午茶也吃得到 那这间店呢,实在是排队名店之一 号称是台北 就是你知道十大必吃早餐名单的名列前几名 创立于2013年 那我个人推荐 他们家的肉蛋吐司系列都很好吃 然后也有辣味的 如果你敢吃辣的话 是蛮推荐你吃辣味的 我个人觉得没拍夹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就是蚂蚁人的话呢 我上次应该有介绍 他们家的那个肉松炼乳蛋 不要错过 真的很好吃 虽然就是肉松真的会滑滑辣 每次吃你都想说到底想怎么样 就是边吃边掉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说你吃 还是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好吃 然后又是那种铜板价 就觉得说很划算 那他们家也有什么浙香红茶 然后红茶拿提 我觉得红茶拿提也蛮好喝的 而且他们家杯子 应该是用那种习做的杯子 所以就是那个保温度是蛮高的 就是搭配那个早餐 一冷一热配起来非常的match 那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他们家的肉蛋吐司 跟肉松蛋吐司 就是都别有风味 那他们家除了这两款商品 就是我个人推荐之外 他们家主打商品的吐司 也是他们自己自制的 所以也蛮好吃的 你很像可以单买吧 那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也很贴心的 有那个吐司边的饼干 有烤过 那上面加了一些砂糖 也是美派家 那就整间店 我个人觉得是 就真的是比较偏僻 应该就是在士林捷运站出来之后 请大家开Google 他就在一个很巷子 超级民宅旁边 然后早上都会小排队 因为大家可能去 就是要排早餐 他位置不多 他里面大概只有 真的是六个人 就一桌而已 那除非你要外带 你就可以旁边 捷运站附近就吃 或者是你要稍微小排队 因为吃那很快啦 换座率很快 就会建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 是可以在那边吃 因为东西端上来 热腾腾的吃 然后搭配那个 冰冰冰凉凉的饮料 我个人觉得在那边吃 风味是比较好的 但买回去也是可以 只是就是 可能你要抓一下那个温度 那这间叫做 丰盛号的早午餐店呢 相关的资讯呢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限动24小时 然后又拍成影片 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哦 补充一点 他们家呢 就是没有厕所 所以你去那边 就是直接拿手吃吐司的话 你会觉得说 啊 我手有点脏耶 他们桌子有提供酒精之外呢 我想就是行家 行家告诉你 就是他外面 门口 左边 那没有个水龙头 你是可以洗手的 但大家可能很少 会发现这个小小的彩蛋 就是他外面 其实有水龙头 是可以洗手的 然后在右手边有 插手指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 洗完手 把手插干净之后 再开始用手摸你的吐司 有洁癖的人 千万不要错过 好啦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你如何看待爱情 注定你的爱情成败吗 第一个 正向的恋爱心态就是 你得先相信 他是那个对的人 唯有你先相信 他就是那一个 你命中注定的人 你的灵魂伴侣 我不是说 你就是一味的傻傻的 就是说爱上了一个人 就觉得他一定是对的 不管他做 再恶劣的事情 或者打你什么之类的 都觉得说 没关系 他就是那个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而是说 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绝对你如果有心 或是一些背叛的阴影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你要观察 那就是即便跟他交往很久 你还是觉得说 我对他就是怀抱着很大的疑问 那这样你就会爱得很不踏实 因为在爱情里面呢 任何的互动跟相处之间呢 你有没有放感情 你有没有放真心去爱 对方说实在的 他一定知道 你有没有把它放在你心上去爱着 对方也一定会知道说 你到底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 因为你对待他的那个感觉 演不出来 你再会演 那个都是空壳的 骗不了人 所以第一点就是呢 你得先相信 他是那个值得你真心对待的人 你这样爱才能够爱得踏实 对方才感受到你的真心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你如何看待爱情 注定了你爱情的成败 第二个正向的恋爱心态呢 就是二 你得先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说到这一点 你想说这有什么好讲的 我必须说 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 他们真的打从心底觉得说 我这样的人 谁会喜欢我 我这种人就是适合单身啊 我就不适合谈恋爱啊 他怎么可能真的会爱我这样的人 当你就是自认 就是不值得被爱 不配拥有幸福的人 哪怕你身边真的出现那个 Mr.Right Mr.Right 你还是会觉得说 我跟他不可能 我不够格 我配不上他 我是癞蛤蟆 我不用想吃天鹅肉 或者说我的条件各方面 他一定看不上我 哪怕那个人真心的 就是他其实真的有 对你有点好感 然后他也明明就有 就是凸显出他的嗜好啊 又是爱意 但是看在你眼里 想说 嫂来了 他是想取笑我吧 他是想嘲弄我吧 如果我真的打蛇水棍上 到时候他就会说 我赖海马 想吃天鹅肉 你就会因为自己太过自卑 就变成是别人对你好 你也会把他看得 就是觉得说 他是背后有一些什么目的性 而那个目的性 不是说要你的钱 而是你不相信 他会真的喜欢你 但是你在面对各种恋爱之前呢 你得先自己 先去做好心理准备 跟做好心理建设 相信自己 值得拥有幸福 你才能够真的 找到幸福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你自己值得被爱 那别人 怎么会善待你呢 别人怎么会 真的喜欢上你这样的人呢 你就去说 你不够自信啊 我想自信 这件事情在爱情里面 真的是蛮关键的 所以就第二点 你得先相信 你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这样别人才能够爱你 加第三点 关于说 你如何看待爱情 注定了你爱情的成败吗 正向的恋爱 心态三就是 关系是有舍才有得 你得要先付出 每一段关系呢 不可能只想单方面的 去获得一些好处 只想体验那个恋爱的甜蜜啊 但是却丝毫不想付出 任何的努力 时间跟心力 你就只想单方面 想说你有 你有空的时候 你才想跟他见面 你觉得无聊了 再找他出来打发时间 但是对方如果真的 有事找你去协助一些事情 或者他一直想去一个地方 但是想要找你陪他去 但你就永远不会答应他 就是任何一段良好 健康的关系呢 觉得不要拿那种 我工作很忙 我真的没有时间 我生活压力很大 就疏于照顾 疏于把对方放在心上 疏于在乎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呢 就像是种花 种草一样 你自己得要花心思灌溉 把它拿出去照光 不要就是一味的觉得说 反正会爱我 就是会爱我 我不用特别努力 花时间在他身上 我跟你讲 爱情真的是需要经营的 你得要用心的去灌溉他 然后要适适的去在乎他是否 长得好 水要加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这样他才能够长得好 开得漂亮 不要再怀抱那种 交往就是顺其自然 他就是应该能够理解 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每一段关系 不只是在所谓的感情关系上 人际关系 亲情也是 你都要花时间去经营 那更不用讲 你如果要跟你长期走一辈子 你都不想把你的时间 你的心力 花在对方身上 那别人怎么会想跟你走一辈子呢 而只有第三点 关系是要有舍才有德 你得要先付出 加第四点关系说 你如何看待爱情注定了你 爱情的成败 第四个正向恋爱心态呢 就是四 对关系 请怀抱 幸福 感恩 少批评 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永远只有开心 永远只有快乐 然后都不想要面对那个冲突跟争执的时候 你都只想要单方面觉得去获得恋爱的甜蜜 但是你却不想去承担恋爱的责任 就是看待爱情呢 你可能看别人就想说 为什么别人的爱情看起来都很浓情蜜 毫不费力 他们就不用特别的沟通 感觉就很顺畅 但难免就会起那个所谓的羡慕啊 嫉妒之心 但现实是 多的是你背后没有看到的争执跟冲突 每个人在你面前 当然会演了一副好情人 然后好伴侣的样子 就是实际上每一段关系背后 一定有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跟难题 要去磨合跟解决 所以请你要面对现实 就是想要拥有好的感情关系呢 你要懂得把对方的优点放大 然后少看一点缺点 有时候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就是多点惜福感恩 少一点批评 不要去做比较 然后你多去看到说 当初为什么爱上这个人 是不是看上他哪个优点 然后就放大那个优点 找回初心 这样才是经营爱情的长久之道 而只有第四点 对关系对爱情 请怀抱喜福感恩 然后少批评 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 你如何看待爱情 注定了你爱情的成败吗 第五个正向的恋爱心态 就是要拥有离开的勇气 才能够爱的有底气 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永远要有那种 我随时随地都有离开的勇气跟气魄 不要因为习惯了另一半 或是你就是享受现在这个亲密的关系 但是你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对你有害的 所谓有害可能是情绪上 或是你本身觉得说这个人就是无法托付终身 就明明你处处要委屈求全 他可能会打你之类的 或是他给你一些冷暴力 他给你情绪压力很大 导致你内心身心很煎熬 那这样就是不健康 或者是你得要处处地让步 来慰留对方 或是迎合对方的喜好 来渴求 或是祈求爱 那这样都是非常的不好的事情 因为你爱情应该是要让你能够成长 能够让你情绪稳定 感到开心跟愉悦的 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一直怀抱着那种很负面的情绪 然后让你觉得一直拖垮你的人生的话 那请你要永远拥有随时离开的勇气 然后呢你要相信你值得更好的对待 如果对方不善待你 他就是很恶劣 要打你揍你 或是会言语暴力之类 那就请你勇敢地说不 你要有底气 你才能够爱得更勇敢跟果决 你才能够真的获得幸福 好啦今天就简单以五点来聊聊关于说 你如何看待爱情 注定了你爱情的成败 正向的恋爱心态呢 能够帮你建立健康美好的关系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觉得蛮实用的 赶快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那个受困 或是晕唇的人 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位有新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观看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朋友呢 过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你这么说